小卉 欸 你好 然後第一個是果肉汁 果蠣茶 果蠣茶 讓我清醒一下吧 我來了 大家早安 今天我是養樂多的小卉 看到養樂多的話 就是要喝飲料啦 今天是有夠熱的 但是呢 我們今天有準備 環保吸管 等一下我們要去台北的永吉路 那一整條街都是有 素食家的飲料店 但今天是有一個小遊戲要玩 沒錯 你拍攝也一年了對不對 沒錯 那我覺得你跟我們的默契怎麼樣 一般 沒有啦 我開玩笑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來玩一個默契大考驗怎麼樣 沒問題 好 然後這是你今天要喝的 飲料的路線 這停車路也太多飲料店了吧 今天喝的杯數呢 我們用骰子來骰 我想喝幾杯就骰 每一家裡最多可以喝到三杯 對 沒錯 幸運喔 然後我就要猜你們是想喝哪個對不對 對 好 今天來看我們的默契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趕快出發 GO 那我們去的路上就開始在想說 我們第一位成員 想要喝什麼好了 第一個想要喝的人是 小郭 小郭 甘蔗媽媽好了 要倒吃甘蔗 就是我對她的 甘蔗 為什麼 最近想跟人家打架 康青龍嗎 聽起來就很霸氣的感覺 好 那我們第一家是康青龍 GO 但我們身後呢 已經有許多飲料店了 這裡就是永吉路的開頭 那我們就要先去我們的第一家 康青龍飲料店 飲料店叫康青龍耶 真的覺得很像一個人民嗎 好期待喔 對啊 前門拉下來耶 康青龍好像沒有開 那如果說我沒有再選一家的話 康青龍是對的嗎 算妳運氣好了 她不是選 好厲害 那我們就五齡家 GO 喂 嗨 妳好 快點好入肩喔 對啊 我們到五菱茶了 為了點餐方便 我們先骰 等一下我要喝幾杯 三個 那我們五菱茶可以喝三杯 那我們趕緊跟店員去點餐吧 我想要點飲料 可是我不知道要點什麼 可能推薦妳幫我推薦一下嗎 這個推薦人是有澄清 好 那剛好我喝三杯 那都請給我留澄清 那下部留澄清 那甜度冰塊的話就有 也是妳推薦 好… 那我幫妳推薦微糖微冰可以嗎 微糖微冰 對 還是妳覺得太甜了 不是 不夠甜 半糖可以嗎 半糖可以可以 上杯都半糖嗎 對 上杯都半糖 那我們就等一下開喝 那我們吸管餐下去 來試喝一下吧 它有一點點偏甜 又有可能我點半糖 然後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都沒有業配 對了 最重要的啦 小郭 這個武林茶是妳想要點的嗎 對 是 沒錯 是 耶 開心 所以今天的真的是幸運100分耶 因為一開始我選那個 康青龍飲料店 然後結果它 剛好沒有開 然後我就選了武林茶 那我們就看下一個 同事 他想要喝的是什麼 妳覺得阿和會想要喝什麼 阿和喔 我覺得他會想要喝清水茶香 那是什麼 因為阿和啊 和的話就是先兵器和 跟水 好像滿搭的 在這邊把武林茶喝一下 然後就出發去清水茶香 下一家 這杯是第三杯 快喝完了 喝完 那我們去下一家 我們已經到清水茶香了 然後我們一樣要先來紙骰子 看等一下我喝幾杯 兩杯 好 那我們去點餐吧 請老闆推薦一下 適合夏天的飲品 招牌是 綠豆沙牛奶 請給我兩杯 兩杯嗎 沒錯 沒問題 多120 好 嘿 綠豆沙牛奶 好 你們喜歡喝綠豆沙牛奶嗎 喜歡 我們園林有一家綠豆沙牛奶 我也很喜歡喝 綿密度的話 園林會比較綿密一點 就是有點但有冰沙的顆粒感 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請問阿和是喝清水茶香嗎 恭喜你 答錯了 阿和是半糖燒冰 阿和 我不了解你 他都喝半糖燒冰 他都喝半糖燒冰 我們不熟 下一個小編01號是 是我 妳覺得我想要喝什麼 布萊恩紅茶 好 我等一下去喝布萊恩紅茶 你怎麼可以決定嗎 沒錯 因為 我覺得布萊恩紅茶聽起來滿有質感的 跟你一樣 這是我們的第二杯綠豆沙牛奶 喝完我們就出發去 佳林喜歡的布萊恩紅茶 我所預測的啦 到了 布萊恩紅茶 開始 兩杯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點餐 我想點 就是你們店裡面 你個人最推薦 最適合夏天喝的飲品 我們夏天喝的話 你可以喝看一下我們的麗香 你知道這一杯要多少嗎 多少 75塊耶 我覺得有點小貴耶 75塊的飲料裝備 而且還是紅茶 你 飲得對嗎 我被大家偷喝 對 我就見仁見智 我現在來試喝一下 它會有一點淡淡的蜂蜜味 喜歡喝紅茶的人會很喜歡 可是要口袋滿深的人 就可以常常喝這樣 可是如果說你偶爾犒賞自己的話 我就可以試試這樣 它喝起來很香 然後它完全不會色 當然 其實我快點紅茶沒人來開玩笑 喔對了 最重要的 請問佳林 我有答對嗎 好多喔 媽咪 同號 完蛋了 我剛才以為五同號是別人想喝的說 欸 只有猜對我的 謝謝你了 那那個小編02號的話是 佳安 我覺得佳安會想喝什麼 佳安想喝什麼 我可以跟你提示 好 對 要提示 要提示 謝謝 他們家的深乳紅茶很好喝 深乳紅茶完蛋了 四個字的 喔 四個字 謝謝你 十九茶屋 決定了 決定了嗎 沒錯 確定嗎 確定 佳安再給你一次機會 確定嗎 確定 十九茶屋 GO 十九茶屋呢 就在佳安紅茶飲料的隔壁 所以我們直接塞塞子就可以了 我的運氣設施太好了 你們店裡面最推薦的飲料是什麼呢 可以要把它喝我們最推的 珍珠心奶茶 綠茶豆莓乳 這是這邊我們是推薦的 那就兩杯珍珠心奶茶 一杯 好啊 綠茶豆莓乳 好 好 哦 這裡有了 好 一直做 一直就可以了 全部都是我喝的 謝謝 讚 好 我們去拿到旁邊試喝一下 好的 這是我們第一杯的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它的茶韻還不錯 然後它珍珠 珍珠煮得超Q的 珍珠奶茶就是讚的啊 我平常不會點鮮奶茶 我只會點奶茶 因為我真是想喝它的奶精味 大家喜歡喝鮮奶茶還是 用奶精做的奶茶 請選擇 這一杯中杯的也才39塊錢 我覺得很值得買 這適合小織女買的價錢 珍珠鮮奶茶喔 它用鮮奶茶做的 那妳覺得它的茶 跟75塊的差在哪裡 我覺得好像差不多了 不要講了 我相信75塊也是有75塊的價值在 如果我對生活費 還是要有一點金打細算 對不對 綠茶豆莓乳 這邊也是中杯的39 它裡面那個茶凍啊 多了一股 很清爽很清爽的味道 很清爽很清爽的味道 等一下 它的價值有75塊喔 所以它賣75妳會買 會 我會 我會買這杯犒賞我自己 可是它39塊 就讓我有理由天天來買它 這不是夜店 那妳覺得妳答對了 喔對喔 對不起 請問是 十九茶屋嗎 對不起 是約翰紅茶 你們會不會很失望 莫馨 妳比較失望吧 不會 我不會失望 我只是怕妳們心受傷害 因為莫馨大考驗 我只在這種小褲子 而且還是我一開始選錯 那個店家沒有開 好 嚇妳吧 讓我清醒一下吧 好玩嗎 喜歡這樣的期望 如果猜最 猜最 猜最一個兩個以上應該會喜歡 這樣的話 我不太喜歡 這樣有點傷鋼琴 好 最後一個的話 請問小編0 3 4 千千 千千 請問千千有提示嗎 跟年齡有關太那個了啦 1998專業飲品 確定嗎 確定 因為它只有有年齡嗎 這邊只有它出現數次了 我們就賭一把吧 千千我愛妳啦 那我們就等一下出發去 1998專業飲品 喝完這三杯飲料 因為這間飲料店呢 也在它的旁邊的旁邊 所以我們也一樣來曬一曬隻 看我們等一下點幾杯 GO 這個的運氣都很好 但是都猜錯店 好 那等一下我們的話 就去跟店家點個餐 然後再試喝一下 GO 很好 這是我們的第五家 最後一個希望 然後這是老闆推薦的 我們點了 喝一口看看 第一家的果肉很明顯比較多 我比較喜歡有果粒的 說不定 說不定也有人喜歡喝這種 比較像果汁 然後第一個是果肉汁 果粒茶 果粒茶 讓我清醒一下吧 這間是千千選的嗎 今天還是最重要的 默契大考驗 答案是 對 YA 所以我 我撞頭跟尾對不對 對 頭尾 中間三個全錯 所以就代表我們相處得還不夠久 中間 會變成週年計畫嗎 禁懲罰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這一 這三杯喝完之後呢 我們要去禁懲罰 懲罰的內容呢就是 趕快問一下嘉玲 GO 等一下要去路上 拉五個人 來訂閱小灰叫愛吃 等一下我們要去突襲路人囉 走 他戴耳機他不想理我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美女 那個你好不好意思 請你們幫我訂閱我的頻道嗎 然後給螢幕看一下這樣 訂閱頻道喔 OK 然後再幫我出示一下那個畫面就可以了 什麼事情 以示證明 謝謝你們 謝謝加油 你們今天會很好運的啦 有好運的啦 好 好 謝謝 拜拜 好 好 我決定了 現在誰走過來我就懶誰 騎腳踏車摩托車的除外 加油 黃小蕙 在永吉街 永吉路 許多的飲料街 來龍去脈中 下午吧 讓我提醒一下吧 讓請你幫個忙可以嗎 就是 謝謝你 謝謝你喔 謝謝你喔 謝謝 很幸運喔 很幸運耶 好 三個了 還有兩個 有人看我 不好意思 你們趕時間嗎 欸 怎麼了 請幫我訂閱 然後廚師畫面就可以了 你好 謝謝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很幸運 好 謝謝 拜拜 剩最後一個 我要去採訪騎腳踏車的人 你好 不好意思 你趕時間嗎 小蕙就愛吃 謝謝你 對 他知道喔 開心 那今天的話就是懲罰的 關卡已經結束了 然後也很感謝剛剛訂閱我 然後並支持我的粉絲們 跟觀眾朋友們 非常的開心 然後今天的飲料企劃 一條街 然後今天因為也是默契的考驗對不對 所以 覺得滿對不起我們團隊的 原來我對你們 一竅不同 今天這個可以當週年企劃這樣子 因為剛好也滿一週年 跟你們相處 這段時間下來我也很開心 就希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也可以更了解你們 半場掃兵阿和 我記住你了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大家掰掰 拜拜 這樣是會提三男主 五十個 Oh my God 真的 你要拍到天荒地老了 我沒關係啦 增加你訂閱師我就開心 真的嗎 你很感心 不怪你的座位也這麼多